能夠做得到的スキーセミナー 時間是短一點 但是要做得到 那今天的課程的內容 方向主要當然不只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Powder或是在一個整地的一個滑行 一個Cow-in的姿勢 時間因為比較短 我們盡量的讓大家比較容易懂了解的方式去進行解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綠色選一個是我們的Provider 這個白藍衣服是他的太太 這是日本來的 Bumps 也有很多スプレー 很濃濃濃的狀態 雪煙很高 天然的雪 天然的美的狀態 在白馬 在日本的這個雪場 要看到我們現在他們滑過那種 健脊來雪 鬆鬆的雪 在空中飛行的感覺在日本是很容易遇到的 因為日本的雪是比較乾的 日本ではこのデモンストレータースキー 最高的スキー 有検定的 例如 成功的 小複製 大成功的 スキルアップ 做好 成功的 目標 成功的 大成功的 練習 我也是 成功的 這個協會的系統裡面 當然很多我們所有的滑行者 都希望自己可以提升自己的滑行能力 那日本的這個滑雪協會SAC 在針對每一個想要提升自己滑行能力的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過程 安排了適合的檢定跟考試 讓大家知道自己的能力跟自己的技術 現在在需要往哪個方向去進行 一番究極是頂點 技術戰というSKのTechnical Contest 那麽這個松澤聖伯というプレイヤーですけど 9年連続的チャンクイル 那日本每一年都會舉辦全日本的技術選大會 那技術選大會這個就是全日本的所有的最高階的 教練們的一個比賽 那這一位我們provider的泰坦 他是現在目前日本全日本技術選大會9年8的選手 那現在我們看到這個日本技術選 大會的話應該是說目前已經是只有日本在做這樣的比賽 那就已經比較獨特 那以前當然歐洲啦 現在韓國還有國際性的這個技術選的比賽 那以前歐洲也會有 不過現在在日本的這些top的demo rider 每一年的盛會就是技術選的一個比賽 那現在我們要跟大家解說一下 就是說 我們會從現在我們在畫面看到的兩個雪板平行的滑行 那可以穩定的控制他的速度滑行 那而且板子的穩定度是非常的均等的一個練習方向 他想要請問大家有沒有參加過日本的滑行練 就是他的技術檢定 可以 你不是也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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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ver 1 EQ EQ Sugo 一級事記者對話 第一級不會只要從70的要求 70位 70位 有了 對 這是它比分 tempo 還好 像我們的跟踩點 有bres 他們 dictam 就 plan 10秒 我們一次的檢定當然就是嘨 他的基準分數是在70分 主要的就是要看到 我們的tom的size 大小跟均等度 就是平分的標準 那剛才一級的話 當然就是要有很完整很細的線 那也許二級的話 會有一點點 他可能他的線會比較寬一點 一級是最高級 二級是到第二階等 所以要求沒有到那麼的精細 但是也是需要很大的技術 那如果是三級的話 我們要從事這個技術檢定的話 如果你要確定你有沒有辦法過三級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八字的轉彎的滑行 穩定的八字轉彎的滑行 那在日本的制度裡面 如果你沒有拿到二級 基本上不是一個沒有辦法成為一個合得的教練 就是說你沒有辦法去教導 作為教導的一個滑行 滑行 滑學者 那所以最基礎的line 就是二級 對 大家可以做到這個動作的動作 這個動作的動作 在這裡的動作 我們也許看到這個八肢的轉彎是一個很基礎的動作 但是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你要可以很穩定的八肢轉彎讓板子的速度是均一 你有辦法在八肢的轉彎控制得很好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繼續精進你的技術 那是十八肯定的動作 今天正在開始 大家的月位是多少呢? 他想要了解一下大家的滑行能力 大概 大概